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球时报的明镜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中国抗疫外防输入的任务已经非常重了 中国封了一个湖北省为全国抗疫赢得了主动 但在世界多国疫情汹涌的时候 我们不太可能把外部通道都给掐断 为了抗疫而闭关锁国 但我们绝不能无所作为 老胡今天就开门见山提以下建议 第一 国家要加强对全球疫情的研判 列出需要加强防范的重点国家 现在可不光韩国 伊朗 意大利 日本的传播风险高 欧美很多国家我们都要盯紧了 第二 在那些国家的人员入境方面 我们应该采取全球中度水平的限制措施 不做最激烈的阻止 也不能为了照顾关系而放水 眼看着有疫情输入的口子不去赌 减少在那些国家发放来华签证 甚至对疫情严重地区人员停发签证 我认为都是应该的 第三 中国各地对从欧洲重点国家和美国来到当地的人员 都应该不分国籍的隔离14天 北京 上海等地已经对从韩国 日本 伊朗 意大利等国入境的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但我认为不够 这个单子应迅速扩大 把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英国等欧洲重点国家和美国也纳入进去 发展中国家疫情严重的也不能心软 我们总说反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那么在防控问题上同样要做到一视同仁 不能让任何人享有被照顾的特权 从外面回来的中国公民大多能够很快适应国内的防控体系 但让那些外国人也适应中国基层社会的做法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摩擦 但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要让外国人习惯中国的基层防控就是这么严 对美国和欧洲重点国家来的公民同样不能含糊 要树立中国基层防控的权威 相信看中国人现在跨省流动都要隔离14天 而今天湖北以外的中国各省已经无疑处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列 原因是武汉和湖北还继续封着 中国的大量服务业为了抗疫继续停顿着 从很多已经多日零新增病例省份来到京户等中心城市的人 还要被隔离14天 这种时候从欧美疫情在发展且情况不明朗的国家来的人 的确应该为中国的抗疫也尽他们的一份义务 要努力做到让他们理解 让我们大家相互理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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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